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全新的平衡重视插车 我们以往的步行是平衡重视插车 一般都是参考的我们传统的对高车的一个形式 然后外面是一个覆盖件 然后搭配里面的一个配重 那这样的一个设计方式呢 就是说结构来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然后而且成本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 因此呢我们自从ECT出来之后 我们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我们能够如何将平衡重视插车的一个 配重的一个理念设计在步行式的一个插车上面 因此呢我们今年也重新全部重新设计了ISC系列 那我们右手边呢这个是ISC152 然后呢我们左手边这边是ISC202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款两款车的话呢 我们后面是一整块的一个大配重 那这样设计的一个优势就是说 我们整个的一个重心可以充分的往后移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我们相同重量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的一个整车的一个载荷会更高 然后稳定性会更好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 我们这款车的一个离地间隙也是比较高的 就是高达120毫米 然后相对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最高车 50毫米的话是大大的一个提高 所以说它能应用在更广泛的一个地面和场景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 这两款车的话呢 我们因为是平衡重设计的时候 所以电池的一个一个整车的尺寸 相对来说比较充裕 所以我们两款车的一个电池的一个搭配 也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像我们右手边这边 我们是目前是搭配了一款 可以类置的一个离电池 然后左手这边可以搭配一个更大的一个 千酸电池的一个选项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款车的话 我们也全新的重新设计了液压系统 我们优化了整个车的一个液压流量 然后重新选型了一些液压零部件 然后我们再搭配了一些比例起升下降 然后我们大大的一个 提升了我们液压系统的一个性能和稳定性 最后呢 我们步行式的平衡重视插车 相对于传统的对高车来说 我们应用场景更广泛 能够试用各种不一样的那个工况 然后也能产各种各样的一个托盘的形式 所以呢 欢迎大家的一个选购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一个 全新的步行式对高车 WSA系列 那其实我们公司 一直以来呢 也是有这个步行式的一个对高车 ESWA系列 那这款车的话 我们在销售过程中 有些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客户 或多或少 有一些诟病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起升下降速度不够快 或者说我们一个门家的一个抖动的一个情况 那这些其实是 对于客户的体验是 相对来说比较差的 那我们针对这些特点呢 我们今年全新设计了我们的一个 步行式对高车系列 WSA 分别是WSA121和161 那我们身边这款呢 就是121 那大家可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个车身尺寸 相对于我们以往的ESWA系列 有一个很大的减小 那这样的一个窄车身呢 也方便一些高位密集性的一个仓库堆舵使用 另外呢 就是说刚刚我们也说到 我们要做国内性能最好的一个对高车 那我们的一个 针对这样一个点呢 我们去全新设计了我们那个液压系统 重新选型优化我们的液压系统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起升下降速度 能够最快达到400毫米每秒 那这样的一个速度 即使在国外的一些竞品的一个当中 也是非常有优势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那个门架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那相对于我们以往的一个ESWA系列 我们那个现在的一个门架的一个视野宽阔 更宽广 然后就是说我们在操作过程中 前方的一个货物的一个情况会看得更清楚 那这样的话 对于一个操作人的一个安全 或者货物的安全其实是更有保障的 那最后呢我们这款车的话 我们的一个配置的话 也是有一个较大的一个提升 我们选用了最新的一个SARPA的一个控制器 能够满足新的一个CE标准 然后我们的一个手柄头的话 我们也是采用了一个双比例提升 两边左右手都是可以去操作的 这样的话就是提升了一个客户的一个操作体验 另外呢这款车其实是一个标配 锂电池还有一个内置的一个充电机 这样的话其实方便了一个客户的一个水用 水充的一个 就是非常方便快捷 所以呢这样一款高兴的一个对高车 我相信会受到非常多的一个客户的一个欢迎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款全新的双起身头盘对高车 那这款车我们设计出的话 是因为欧洲这边提出了一个需求 就是说车辆要进出集装箱搬运货物 然后有一个双头盘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需求 结合一些竞品的一些信息 我们设计开发了属于自己的一款KSI201 那这款车大家可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后方是完全借鉴了我们KPL201的一个结构 那舒适的一个大靠背 然后加上左边的一个扶手 然后结合我们可调节的操纵手柄头 那大大提高了操作者的一个舒适和便捷性 那这款车的配置的话是因为标配了锂电池和内置充电机 所以说它的一个使用随用随充更加方便 那动力方面的话是一个高功率的一个电机 搭配一个KTIS的全新的双核控制器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0公里每小时 然后的话呢我们起身系统因为也是重新设计了 所以说我们起身下降速度也是大大的一个提高了 那下降速度和高速的一个起身下降的一个速度 然后搭配一个行走速度可以有效的提高客户的一个使用效率和搬运效率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这款车的一个起身高度是1米6 那最低最高的一个高度只有1米3左右 然后起身起身到底那个高度也只有2米1 那这样的一个高度 所以也很适合一些狭小的一些限高的一些空间使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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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